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也来看一下 XX争议的最新后续 首先是演员球兵牛 3月10号 爆料球兵牛XXX的一位网友在IG发文表示 球兵牛本身是没有什么威胁 但是跟学校混合们在一起欺负人的时候 会很聪明的利用他们 2月21号 通过同学接到了所属公司法律代理人的联络 是有关提高与巨额的经济赔偿 瞬间我就探注在地上 不知道该怎么办 看到我不知所措的样子后 同学对我说自己能帮忙调节 让我安心 然后说了 律师要我下架所有爆料文并上传道歉文 所以我下架了所有贴文 因为预想不到的情况 导致神志不轻的我 就想要赶紧接受协议书 上传道歉文来结束这一切 但是在2月22号 球兵牛的律师却说 没有协议书 先上传道歉文 之后看情况可能还需要赔偿 我突然觉得 不能只因为想要快速结束这个情况 而盲目的写下道歉文 所以就向认识的律师询问后 决定不写道歉文了 在这个网友的贴文之后 球兵牛也透过IG再度发表了立场 本来下定决心 不会再对匿名的恶意文章做出任何反应 但是实在是看不下去 所以就写了这篇文章 我到底是要怎么样证明没做过的事呢 11年前的事情 再久一点就是16年前的事情 要怎么样才可以都记下来证明呢 对 我不是圣人君子 也不是从来都没有给人造成困扰的人 我也是因为身体矮小 悲愣锁过 钱财也被打过 那从现在开始 我也是受害者吗 学校这个地方是 在自我一世还没有完整的形成前 透过很多错误 矛盾 学习 学习的人关系都很亲切 也不是所有人的好朋友 我10年的演艺生涯已经倒塌了 准备要寄信的作品也都被保留 损失的金额无法形容的膨大 精神方面的伤害 自从爆料文之后 每次出门也只会看着地板走路 好几个礼拜都失眠了 我发文的话就说是感情苦素文 匿名且不知道是谁发的文章就是真心吗 律师 所属公司没有压迫过你 如果这样也觉得是危险 那到底要用什么方式给匿名 而且在海外的你传达现在的情况呢 是你先透过亲友联络的律师要求原谅 为什么还要通过亲友发送道圈文的内容 给律师寻求意见呢 跟上传匿名爆料的时候一样 不是透过别人 而是自己恳求原谅都来不及 还因为不确定会不会被原谅 所以就改变方向 真的是搞不懂为什么要这样 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了持续被消费的八卦 我也知道我将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不想要再联络我珍惜的人以及所属公司 让他们受到伤害 本来想要维持最起码的品位 但是我也是人会受到打击 为了守护我自己 对于散播谣言以及流酸言的人 我会奉陪到底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哇 求平哥好傻眼 在IG发文好像自己很委屈似的 看来所属公司常常会威胁压迫 所以有很多爆料者的艺人就要过滤 求平哥的粉丝因为受害者下架了天文 就说整个事件就是造假 求平哥没有 原来是所属公司施压所以才下架的 受害者好可怜 他应该也是知道 欺负殴打是不会留下证据 所以一直否认的话脑粉就会自动应援 但是也有不少这样的留言 那个发文的人 一开始说求平哥在卡拉OK用麦克风打了自己 为什么现在却改口说没有直接的暴力 是跟那一帮的混混一起巧妙的欺负了而已呢 不是要帮求平哥说话 在学生时期有没遭过一次孤立戏弄的人吗 当然会有程度上的差异 但是在都不成熟的那个时期 被朋友欺负了一下就当成是XX的话 我可能也是某个人的加害者 接下来是Yujiaid Sujin 3月11号 苏金与那位主张XXX的受害者以及他的家人们见面了 但是根据受害者表示 双方进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对话 所以受害者就问了苏金 既然要这样的话为什么要见我呢 苏金回答 我没有加害过 接着受害者的姐姐对媒体表示 妹妹是鼓起勇气与加害者见面的 但是没有任何的收获 真的是意料之外的态度 目前有很多人主张过去因为苏金与收到了伤害 我们会与其他受害者们考虑接下来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如果自己真的问心无愧的话 应该是要说没做过而不是不记得吧 什么没有记忆是不想记忆吧 难道是为了确认有没有什么证据才见面的吗 又不记得又不是事实的话干嘛要见面 想想看如果真的没有暴力的话 受害者能在苏金面前堂堂正正的这样说吗 退谈吧为什么还坚持呢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因为真的没有 所以才会说没有记忆没有加害过不是吗 总不能说虽然没有记忆但是对不起吧 直接上法庭吧 不见面就说为什么不见面 见面了又说既然不承认为什么还要见面 你们根本只是希望苏金是加害者吧 所以想问一下大家 如果你今天被冤枉成 加害者的话 到底要怎么样证明自己的清白呢 再让 昨天 conf transformer 恐怖 levar 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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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